环球网军事3月4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3日,援引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称,美国主导的国际联军,空袭叙利亚东南部的巴古斯村时,使用了国际公约禁止的白鳞蛋。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消息人士称,国际联军使用白鳞蛋,空袭了戴尔祖尔省巴古斯地农场地区。 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FDF,3月1日宣布在巴古斯村,恢复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行动,并称,当地只剩下了武装分子。 FDF,此前曾中断行动,给当地平民时间撤离。 叙利亚民主力量发言人早前表示,2月9日,他们宣布对巴古斯的突击,进入最终阶段后。 约一,5万人从这个靠近伊拉克边境的地区撤离。 据FDF消息,留在巴古斯地区的武装分子,多为外国人。 他们挖了用于防御的地道。 近几个月来,叙利亚民主力量,正在国际联军的空中支援下,打击去境内的伊斯兰国残部。 叙利亚媒体多次报道,联军在空袭时使用白鳞弹,其打击也经常造成平民伤亡。 叙利亚当局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惩罚肇事者,并要求国际联军撤出叙利亚。 五角大楼发言人则表示,国际联军不会公开在叙利亚使用的弹药。 但这些弹药都符合国际标准。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军代表3月4日则表示,其有军在叙利亚没有使用白鳞弹。 他说,任何有关使用白鳞弹的推测,都不符合实际。 非政府组织此前表示,美国的有军库尔德力量,在叙利亚东南部打击伊斯兰国时,可能使用了白鳞弹。 燃烧弹中添加的白鳞,可造成深度烧伤和严重中毒。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军,从2014年起,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开展打击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 然而联军在叙利亚的行动,并未得到当局同意。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底,宣布美国将从叙利亚撤军。 但没有说明撤军期限。 At the civilian dead post,7500 on the 31,苏35战机,与异形战机开展编队飞行训练。 冬日的南海,烟波浩鸟,海天一色。 1月5日,随着战机轰鸣声,在某海域上空响起。 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新年度首场跨昼夜训练拉开序幕。 开训及开战,与领导介绍说。 紧贴作战任务。 大抓体系对抗训练,复杂环境下训练,极限条件下训练。 既是落实中央军委新年度开训动员,令坚持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的要求。 也是该旅换装苏35战机后,加速提升实战能力的积极探索。 飞行员极致攻关破解训练难题。 去年春节前夕,该旅苏35战机飞赴南海参加联合战斗巡航。 当时,苏35战机在该旅本场首飞,还不到一年。 此后,飞行员又驾机执行了绕岛巡航等重大任务。 训练归来,飞行员相互交流技能经验,心理念引领新装备训练。 改装之初,与党委着远实战需求。 打破过去技术训练武器,使用战术运用依次推进的做法,将三者融为一体。 从不推进,有效缩短了训练周期。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概率自主编修改装训练教材。 打造技术与战术深度融合的训练教学法,将实战背景体现到每一次升空。 将战术意图,融入每一个动作。 同时,运用联合训练平台和资源。 多次与一型机、地岛部队、雷达部队和海军舰艇,开展空对空、空对地和空对海对抗训练。 有效提升了体系作战能力。 紧贴实战。 对接战场。 改装训练中。 该旅程态化,开展跨昼夜时代训练。 在复杂逼真的战场环境中,锤炼打仗能力。 推动战斗力生成使入快车道。 刺激编队开展时战化飞行训练。 飞行员驾驭苏35战机,实施火力打击。 苏35战机,成为飞行员博弈空天的利器。 云海踏浪。 逐梦蓝天。 12月13日。 空降兵某部组织2018年秋季入伍的。 千余名新兵,完成首次升空跳伞。 实现开门红,清晨六点。 厄北某军用机场,气温降至零下二摄氏度。 新兵们准时到达机场。 在投放人带领下,有序地铺设定部,整理散具。 休息区内,投放人通报气象资料。 为跳伞员分析空中操纵要领。 蓄势待发。 散具摆放有序。 据了解。 该部今年参加跳伞的新兵。 60%以上都是00后,为了帮助他们度过跳伞心理观。 这个部队先后进行高空模拟训练,VR虚拟跳伞,心理行为训练等。 同时每个架次都安排干部骨干带头跳。 逐个检查。 认真准备。 养人协同背伞,挂好各个绳钩,过三道检查线。 检查线上。 空降空投技术人员续致检查完每一名跳伞员后,都会对着他们竖起大拇指。 大声喊出一个好,增强新兵们的跳伞信心。 跳前动员。 游戏检查。 加油鼓劲。 临跳训练。 虽然氛围让我感到有点紧张。 但是我相信跳伞是科学的。 我们的地面动作,已经达到标准。 今天我一定能跳好。 通过三道检查线。 新兵李伯和战友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前往登机线。 迎接飞机到来。 有序登机。 勇敢离机。 上午八点整。 飞机准时滑行至登机地域。 新兵们有序登机。 随后。 一架架满载跳伞员的战鹰升空。 向预定空域飞去。 飞机很快到达空降场上空。 跳伞信号发出后。 新兵们在投放员的引导下,勇敢跃出街舱。 顶刻间。 天空中占放出朵朵洁白的伞花。 在对空电台指挥下。 新兵们沉着操纵降落伞。 躲避友林。 依次安全着陆。 离机瞬间。 比翼齐飞。 空中操纵。 精准着陆。 上午十一点半。 随着最后一名跳伞员安全着陆。 新兵首次跳伞圆满完成。 快速收伞。 整理伞锯。 首跳结束后。 新兵代表身批红花受戴。 依次上台领取纪念正章。 进行总结与表彰。 基地领导向新兵颁发证书。 新兵交流手跳感言。 手跳成功。 00后新兵展示首次跳伞正章。 据空降兵某训练基地副参谋长高满一介绍。 接下来一个多月时间。 他们还将继续进行夜间跳伞、大飞机跳伞、武装跳伞等多个客目的散将训练。 不断夯实新兵实战化散将技能水平。 杨云贵讲龙刘志心、苏丰林存勇,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无往不胜。 最终战胜一切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压倒。 就是因为有坚强的精神支柱,一个人的脊梁,不是骨头,而是灵魂,一支军队的支柱。 不是武器,而是精神。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前不久逝世的2017年八一勋章获得者承开贾院士曾这样说过。 全军挂象英模林郡得一声为国筑核盾,一事甘作弹博人。 他们用理想和信念、责任,与担当权势了革命军人的崇高精神风范。 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无往不胜。 最终战胜一切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压倒。 就是因为有坚强的精神支柱。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 助劳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 请不及谈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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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